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今天的節目 各位投資朋友們 台北股市在今天 完全驗證了我上禮拜告訴大家的 我跟大家說 我特別演講會告訴你 這個大盤不好意思 在周縣三連紅以後 它是有大格局的 但是為什麼我說一個不好意思 就是在告訴大家 我已經先預告本週必震盪 各位我相信在昨天晚上 當大家有的人回到家裡 收完盤看到台北股市 老師昨天台北股市還是大漲的 各位你可以看 昨天台北股市 還大漲創高 一直到倉敬超過9500 那這個叫做會 本週會震盪嗎 來各位今天有沒有大震盪 今天震盪好大 今天一舉震盪多少 最後收跌113點 各位昨天幾乎是盤衝大漲白點 今天是盤衝跌超過白點 甚至一舉把整個上禮拜五的低點給跌破了 本週這震盪大不大 相當大 但是我跟大家報告過了 這一個震盪是許多投資朋友 你最好換股的機會 因為經久飲食的行情 就是要經過這一個震盪 這一個震盪過後 涵盖了現在8月份 你收要公告 我講過了 正好是投資朋友 你可以利用這一波漲上來 這一波反彈上來了 你手中有一些股票也反彈上來了 相對還是很弱勢的 不強的股票 你一定要在這一波趕緊調節掉 因為這一波他會再度甩轎 然後呢 未來會漲5支8支漲停的公司 他就這個時候會開始補現 我講的一清二楚 為什麼我會講這麼清楚 各位你可以看得到 大盤 他從9593這一波回檔下來 回檔下來的時間當中 抱歉 你可以看得到很重要的現象 來 攝影師把他拉近 9593到本週為止 為什麼上禮拜我應該要預告本週大震盪 因為9593到本週是1234567第八週 那本週也是 週限三連同過後 從地檔上來的12345 這一種在技術盤裡頭 低對高跟高對低 各位這個叫雙重時間轉折 一定是大震盪甩轎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會在一直帶給大家 強調的機器人的個股 到了上一個月 月底 我特別告訴各位 如果你有跟我們一樣 在電視節目上看著張老師操作星漢 數隻數字哇數了好幾隻掌聲板 總共數了多少隻 各位 總共數了多少隻 好 星漢我們總共數了11隻 那我問過大家你想賺幾隻 各位 星漢的史以至從7月17號開始 簡單的說 7月17號當時大盤應該是在這裡 就是這一週 星漢從大盤疊下來再漲上來 他完全不受影響 他一路從7月17號一路漲 各位 大盤在這裡整理的時候 星漢是一路漲漲的超過8週 這可以說是強股中的強股了 8週的時間他總共拉出了11隻漲停板在創高點 但是我事前給大家預告過了 一定要大震盪 為什麼大震盪 因為你一連攻了8週漲了8週 不震盪一下 很多人 包含法人 都賺了超過11隻漲停板以上 我請問各位 算之數之是超過11隻漲停 那光幅度算的話 早就超過11隻漲停了 11隻漲停代表什麼事情 各位你知道嗎 它就是所謂的百萬直升機 它就是百萬翻倍 它就是所謂的百萬直接圓夢 各位你聽得清楚 8週的時間 這11隻漲停板 你說速度快不快 快啊 因為每一隻漲停 都是你紮紮實實賺得到了 那現在這裡漲了8週9月份的大震盪 我還是強調 你可以從今天看得到 今天大盤跌了100多點 但8234的星漢呢 各位這個就是 南盤看高手的重點 高手看著南盤的重點在這邊 為什麼今天大盤跌113點 星漢 它今天還是能夠漲 這是要告訴你 這種南盤當中 還能夠逆市搶的股票 它再來的震盪時間 絕對不跟大盤同步 但是它震盪過後一定是有好的機會 因為這種南盤 它可以走出這種格局 就代表一件事情 它有沒有透露出它的強勢 隱含的意義 一定有 但是因為整個族群 尤其你可以看得到 連炎華 連239的炎華 這一波也是一樣 跟著星漢機器人族群一路走工 炎華這麼強勢 這個算很飆了 但是炎華也在除息過後 它沒有填息 除息過後還在整理 那如果說整個機器人的族群 都是除息過後震盪整理 那現在又露出穩中透強的一個結構 當然這一次9月大震盪 還是你的機會 那你該在哪裡把握機會 下一波我們再度數之數的時候 投資朋友千萬不要錯過 因為正好9月份是一個好的機會點 好 我講到這邊呢 再來跟大家聊一個 雖然之前星漢在上一個禮拜 就已經沒有非常好的介入點 也沒有非常好的加碼點 讓所有喜愛我的 這種第一手標課的投資朋友進場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在星漢上面 也已經賺到很多支漲停了 這數之數之不知不覺 從大盤在9593下來那一波 我帶著大家多數了11支漲停板 我請各位 數了11支漲停一定要想到 數了11支漲停以後 未來一定還會有機會 因為就好像 我們的第一手標課星象 星象當時5月份 我也帶著大家數了11支漲停 扎扎實實賺了超過11支漲停 這一波回檔下來 我公開的告訴各位 不管從第一次的落底 回撤缺口 或者第二次跌停又跌停的第二支腳 全部都事前代各位 預告各位 鎖定在低點 鎖定好以後 短線上這幾天 八天的時間 拉出了四支漲停 各位 上禮拜五 雖然上禮拜新漲都沒有非常好的介入的點位 但是呢 上個禮拜新漲第二 馬上接續過來了新象 一支漲停 兩支漲停 三支漲停 上禮拜五 我一樣數支漲停 給大家聽 禮拜一回來 還是又數漲停板 那今天 回幾塊 各位今天 我特別跟大家分析 不要以為所有遊戲股大漲 漲停板這什麼股票都一定好 新象 今天跌三塊 我請問大家 你可不可以接受 上禮拜五數漲停 禮拜一又數一支漲停 那今天回三塊 你可不可以接受一下 這種盤 今天大盤跌了113點 今天跌了113點 連續兩天數了兩支漲停 那今天跌個三塊錢 你能這麼想嗎 你如果能這麼想 各位 這就是我的操作理念 為什麼我的漲停跟別人的漲停不一樣 別人漲停是漲的時候拿出漲停 根本沒有辦法卡位的跟你講 我的漲停 我的漲停絕對是讓你卡位的到 全部事前跟你預告 那事前跟你預告的部分 上禮拜五一支漲停 禮拜一又一支漲停 今天震盪三塊 你如果可以接受的話 你就了解我的操作理念 因為這股票要有這種氣評 因為這種氣評 你可以看得到 之後啊 你如果這種三塊 你能接受的話 之後震盪震盪 各位 我們又可以多賺好幾支 數字數字的漲停板了 這股票其實一點都不難 最怕的是許多投資朋友在操作股票上面 我知道這一波已經又談到9500了 很多人可能又開始忘記之前一些股票 是怎麼跌下去被套住了 但是各位在8月這邊的營收 我還是要跟你講 如果你之前有些股票莫名其妙跌得很重 甚至你都不是在強勢股上面 不像我們第一手標股這樣子 心探十一支漲停就創高 然後之後呢 心向又接了四支漲停板起來 這當中我們所做的個股也很多 就算有少數短線的一支兩支賺的 它也都是在創新高 不是一直在破底 不是反彈以後又破底 像LED 我上次是告訴過大家了 跌生的股票反彈 不代表它就沒事 那你看到8月份營收結果呢 所以啊 我希望大家還是趕緊 該好的公司 利用大盤這一週我說過了 在這一種雙重時間轉折之內 必大震盪甩轎 大家最好上次的機會你一定要卡位 因為你回想到 當每次大盤在震盪下來的時候 張老師都是第一個 把我要發動的第一手標股 事前告訴大家 你回想一下 8月8號當天 台北股市來到九零14點那一天 也就是許多的個股出現跌停大跌的那一天 來 發生什麼事情 星象 從5月份11支漲停以後 我K線三連黑告訴大家一定要走 走了以後 大跌一波下來 回測缺口 回測大量的支撐 公開告訴各位 公開告訴各位 你要特別特別注意 這些所有明星商品 通通都是星象的 這一家公司做出來的 很多人都有看過這商品 但是你可能不認識星象 當天第一天 他都有給你機會 7月份已經說創新高 他就有辦法直接攻漲停 緊接著8月11號 一不小心 露出了給大家知道 三國戰利手遊板 要任列授權金的部分 又攻一支漲停 攻上去以後 遇到你可以說叫警線的壓力 也可以說叫軍線的壓力都好 但是攻上來下來的時候 當然他是第二隻腳最好的機會 如果你第一個階段沒有進場 那當然第二個階段第二隻腳 我事前跟各位說當天跌停 8月20號當天跌停板 我敢說全市場只有我張志誠跟各位預告 星象你要特別注意第二隻腳 來 跌下來第二隻腳當天 一樣一開門還是跌停板 最後上車機會 有買到跌停的恭喜你 我很開心 我去中南部演講會 我聽說有投資朋友 就是跟我很像買在跌停板 投資朋友眼光真好 你有賺到錢的話 張老師希望你也賺更多 我是說真的 因為在我的節目裡面我一直強調 我們要賺的掌停跟別人不一樣 你只要每一隻掌停 扎扎實實賺起來 各位 跌停板買得到的人 上來的部分很快的 一隻掌停給你 26號又一隻掌停 告訴各位27號的震盪任何回車都要鎖定 隔一天 隔一天 是不是數字科技 跌停板 27號當天 有沒有告訴大家回車152以下 一定要加碼進 沒買的一定要買夠 之後29號禮拜 漲停板 漲停板 9月1號 又數一隻漲停 各位 是不是扎扎實實 四隻掌停 它沒有一天是跳空跳空跳空上去的 全部讓大家卡位得到 全部讓你完全數得到這四隻掌停 而且賺得到 我們把它吃下來 吃下來這四隻掌停 結束了嗎 當然還沒 各位啊 心象的部分 這四隻掌停 你可以看到今天我就說了 大盤跌113點 你可不可以接受 張老師帶給你的心象 小跌個3塊 前兩天賺掌停板 今天小跌3塊 你可不可以接受 你要是可以接受這種氣氛 我跟你說 你注意聽 中國手機的遊戲 今年才剛解嚴 為什麼在今年會有一些股票 跟美國那種微軟 Xbox有關係的 這些相關供應鏈股票 它都漲過一波 因為美國Xbox 在中國大陸這一次 進去銷售非常好 但是重點現在不在遊戲機 我要跟各位提醒 中國大陸每個人都知道 它有好幾億的人口 十幾億 每個人也知道 它的遊戲市場有多大 更加清楚的知道 中國大陸有很多人很喜歡 像台灣以前做的 這些遊戲公司的 遊戲產品一樣 都是跟三國時代 都是跟古龍 都是跟金庸 都是跟所有的 那種私情 畫意的這些 這些意境有關係的 這些手機的遊戲 我告訴各位 中國大陸大大小孩 廠商加起來 有超過一萬多間的公司 在做這些手機遊戲 他們是今年剛解嚴 就這麼多出來了 但是你們可能有點不知道 所有的遊戲 在早期早年台灣研發出來的過程當中 那些遊戲的產品 包含遊戲老牌的 要還魂現在來手機遊戲上面 全部都是要智慧財產權 都要智慧財產權 所以這個智慧財產叫IP的部分 這智慧財產權的部分 星象 你看得到那些以前大家常常年輕 有的年輕小孩子在打的 那些遊戲的東西 不管是大家比較熟悉的一些 那種大型機台的 還有包含那個 那個有的 我們年輕比較大的朋友也知道 那個水果盤的 還有那些拉壩等等 各位 這些所有的IP都是新象的 所以當手機遊戲 中國大陸今年解嚴之下 這種授權合作的權利金 可不可關 就光這一點 我相信夠他吃一種氣 那我也告訴過各位 如果你可以接受 這震盪的三塊 連賺兩支掌停板 又可以震盪的三塊 你可以接受 機動Keeper 你後面就是跟著張老師 繼續數字數字 好 那該如何繼續數字數字 好 當然今天大盤跌113點 跌113點是你的機會 縱使今天我們手中的股票 沒有馬上讓大家數字數字 但是我們之前也數了好多支 張老師問過你了 你到底想賺多少支掌停 你要告訴我 因為如果你可以認同 我跟各位說的 事前跟你預告 該卡位什麼樣的公司 卡好位以後 本來就該漲的 那些本來就要迎接營收成長 本來給你的報告當中 告訴你那些本來就要 迎接忘記題材的公司 它股價本來就一定會漲的 你事前的卡位 後面當然就一定會數字數字賺漲停 昨天 我相信新疆拉的四支漲停板 震盪過有好的機會再來切入 這種原則是絕對不會變的 我絕對不會帶你去追那種漲停板的時候 重點來了 這一家第一手標股 我昨天給我預告91號 百萬直升機 我已經連續拉幾根紅了 我都還不公開給各位 因為我希望每一個想要百萬圓夢 也就是說如果你資金 你就用一百萬來做一個區隔 百萬如何去圓夢 像星象 星象過去五月份到現在 11支漲停以後又接四支漲停板 這個早就百萬圓夢了 新漢過去7月17號 到這一波也是一樣 各位百萬圓夢了 11支漲停超過 那麼這一家公司 為什麼我叫他叫百萬直升機 因為當他開始要標的時候 他的速度很有機會 是比新漢跟星象還要來的快 所以昨天跟你講還沒有公開 請就已經這麼強勢 叫做給你一個震盪的最後上車機會 來各位今天真漂亮 來百萬直升機 已經錯過前面先數之漲停的人 記得喔 今天震盪下來 買在第七期圓夢的部分 張老師我這裡 再請你看到節目這一段的時候 你先問問你自己 我要先請你問你自己 各位你想賺幾支 告訴我 我們廣告中的電話 隨時等著你 好 助理這邊 會隨時把你想要賺的支數 跟掌停板想要圓夢的部分 交代給我 我帶著各位 一塊上場卡位地基起 正要開始漲的 百萬直升機 這個廣告等下再回來 格蘭英語 以劍字拼音及獨創的 八角度 破浪式教學法 讓孩子說一口漂亮的格蘭英語 嚴謹出口杯 快樂學英語 Come to friends Be my friends Yeah 機會常常有 但是機會來了 總是看不見 看不起 或是看不懂 最後來不及 亞洲頭部張老師 帶您抓住每一次機會 每一坨標股 亞洲頭部珍惜所多 珍惜照顧 諮詢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每樣都想吃耶 怎麼辦 快去貴族市家 豐富的美食 怎麼可以這麼划算 約會聚餐的好地方 幸福就在這一刻 貴族市家 亞洲頭部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諮詢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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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會常常有 但是機會來了 總是看不見 看不起 或是看不懂 最後來不及 亞洲頭部張老師 帶您抓住每一次機會 每一坨標股 亞洲頭部珍惜所多 珍惜照顧 諮詢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青一點 青一點 再青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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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見青檸茶 熱量少一半 愛見青檸茶 我愛的檸檬汁 輕一下的滋味 輕一點 再青一點 愛見青檸檸茶 I can 亞洲頭部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諮詢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馬代葉分解茶 解由你差無比 愛之味馬代葉分解茶 新上市 您現在收看的是 中華財經牌 好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各位投資朋友 這個台北股市 在這個禮拜我說過 週限三連紅過後 必然會有大震盪 把不好的股票甩出去 那這個甩轎的過程當中 我還是要告訴大家 你無論如何要趕緊 把股票調整好 如果說 你可以在看我節目當中 接受張老師所講的 不搶的股票 我絕對不做的理念 那麼任何持股上的問題 都不是問題 因為過去 兩個月的時間 從新漢 11支漲停板 新漢11支漲停板 又創新高 我相信 只要有 卡位到新漢的人 所有的 套牢問題 所有 那一種 弱勢股問題 通通問題都解決了 就算沒有卡到新漢 那你也應該心向 這過去 8天的時間 今天是第9天 8天的時間 市值漲也應該要抓到手 市值漲停板 所代表的 至少是 百分之28的利潤 百分之28的利潤 也就是100萬 8天過後 你只要卡位好 就是賺了28萬 那還有這麼多的 套牢問題嗎 我想是絕對沒有 就怕你找不到強勢性的第一手標骨而已 那如果你認同我這樣操作裡面 來 各位 來 強勢股 長過以後必然會甩叫 我講的大盤強不強 強 周克線三連紅強 也跟你預告要做甩叫的動作 那麼像昨天的大總 來 各位昨天大總漲停的時候 他連續性拉了幾根紅 就跟大盤一樣啊 連同之後咧 必然炸陣仗 但是大震盪在量縮的時候咧 就要鎖定 因為能夠讓你這一種 數支數支漲停的標股 他有政策 3D電影價值的題材 我相信 甩叫過後 又是另外是你最好的機會 那甩叫的關鍵 在於有量跟沒量 雖然今天大版沒什麼量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也許你現在手中的股票 在今天破底大跌的同時當中 它是出量的 今天如果你手中的股票 自己好好篩選一下 是破底大跌而且還出量的話 不好意思 請你要趕緊往我們這些 第一手標股去前進 因為在第一手標股張老師 我在帶出這一家 百萬執政機 馬上滴去圓夢之前 你要先想想 當時 我是怎麼樣在心探這上面 從7月17號當天 帶給大家研究報告 機器人 8月要什麼事情 9月規劃什麼事情 10月要什麼事情 他要怎麼樣 跟整個中國大陸的顧高 意大利Prima 德國的庫卡怎麼合作 發展台灣的上癮怎麼合作的 我都一清二楚 同樣的現在這一家 百萬執政機 它就買在低機器上的圓夢 就跟當時辛漢一樣 你可以買在低檔 買在低機器 一路數了11支掌停板 數完了嗎 現在在這裡沒有好的機會點 我們暫時還先不數 但是呢 新的股票 你可以開始重新像辛漢這樣 一支 兩支 三支 四支 五支 六支 七支 八支 九支 十支 十一支 去這樣數的時候 我希望各位你要提前做好鎖定的動作 想要鎖定的人 直接跟我們做聯絡就可以 因為 你可以看得到 心像的部分 有鎖定到的 張老師要提醒大家一次 這一次完整的第二支獎 在時間波來講 我們數了四支掌停板 在這裡 我上個禮拜問過大家的 數支 數支 各位 我們賺了多少支 那你又想賺多少支 告訴我 心像上面 前一個禮拜 有來一塊數的同志朋友 記得 四支掌停 我們還沒數完啊 緊接著第一手標股 百萬直升機 要複製新漢第一檔上來 數支數支 賺掌停的模式 大家好好利用 回檔的時候做好卡位動作 一起數支數支賺掌停 需要我們付的地方 直接跟我們做聯繫 明天再會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好聽啊 用思思 美國進口原料 最新PACE認證通過 會退休 會緊張 思思解痛 加強定 機會常常有 但是機會來了 總是看不見 看不起 或是看不懂 最后来不及 亚洲头顾张老师 但您抓住每一期机会 每一波标顾 亚洲头顾珍惜所多 珍惜照顾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陶田永思思 美国进口原料 最新PEACE认证通过 会退休会疾痛 思思解痛加强定 亚洲头顾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工作压力大吗 变通了 晚上吃饮粒 早上不便利 照顾好自己 中美变通了 用后国家生计医疗品质奖 机会常常有 但是机会来了 总是看不见 看不起 或是看不懂 最后来不及 亚洲头顾张老师 但您抓住每一次机会 每一波标顾 亚洲头顾珍惜所多 珍惜照顾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